点滴记录中国法治竞争 今日说法 黑夜一个流浪汉倒在车轮下 生前仿佛无心无故 死后却来了一堆亲戚 我不认识他 我不认识他 流浪者本是光过犯 却突然间冒出了个女儿 女孩的来历究竟如何 任妇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 今日说法为你播出真假女儿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2012年5月25日傍晚7点多 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在江苏省宿谦市宿域区的一条交通干道上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名男子被撞生死未捕 宿谦市宿域区的交警 街道有人报警赶到了现场 当时撞人的司机蹲在伤者旁边 查看着那名男子的伤情 路过的人们站在周围观望 看到男子一动不动 没有一点反应 经过医生诊断 这名被撞的男子已经当场死亡了 到时的轿车是沿促寺县 是从东往西行驶 死者呢 当时是沿南北的这条路啊 从南往北 沿着这个人行横道县 横过公路的 横过公路的 当时这个轿车呢 遇到这种情况呢 遇到行人这个横过公路的时候呢 没有停车让行 导致呢 这个和这个行人相撞了 然后事故就是这样划生了 拉的痕迹来看的那个行人 当时是沿着这个人行送道线 行走的 赵氏司机徐某是本地居民 徐某被警方带回了交警大队 徐某回忆了那天 事情发生的经过 出事那天晚上 他是开着桑塔纳轿车回家 经过这条路的 这条路上当时没有路灯 全靠车灯照明 当他走到一个十四路口附近的时候 徐某说 对面来车的车灯非常谎言 等对面车刚过去 徐某突然看见 自己的车前出现了一个人 他躲闪不及 撞到了这个人 徐某慌忙下车查看 对方已经没有了反应 开车撞到了人 让徐某十分惊恐 他借着车灯仔细看了看这个人 经过警方调查 被撞的这名男子 叫张用军 今年四十八岁 是附近丁嘴镇的村民 被撞后当场死亡 据警方了解 张用军生前精神有些不大正常 经常在外流浪 穿着也不同于常人 根据对现场情况的勘察 和赵氏司机的叙述 肃清市肃郁区交巡警大队 对事故责任做出了认定 赵氏司机也承认是自己的错 愿意承担全部责任 并准备对死者的亲属进行赔偿 然而正当肃天市肃郁区交警大队 寻找死者家属的时候 却遇到了匪夷所思的事情 按照当地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标准 死者张用军的家属 会获得26万元左右的死亡赔偿金 有人车祸身亡 这消息在当地村镇传开了 第二天一早 有几个人闻讯赶到了交警大队 自保下门说他是死者的唐弘历 然后提供了一张委托书 就是死者的女儿 就是委托书 就是委托他 他全年处理这个事 死者的善后事宜 来人出事的身份证明 他们是死者张用军的唐弟 张用道和唐兄等亲属 他们说是受死者女儿张英的委托 来处理张用军的后事的 一线来人是死者的亲属 值班交警 就将相关的事情进行了交代 告诉他们需要准备和办理的手续 中午刚过 交警大队门外又来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是个老太太 已经70多岁了 老太太说他们是死者的姐姐和外甥 上午来了一批人 说是死者堂皇帝 他说我们跟他不是一起的 上午刚来了一拨人 说是死者的女儿 现在又来了个姐姐 交警同志很是纳闷 不都是亲属一家人吗 怎么还分期分批的来呢 我说你因为死者的亲属正常的一批来的 没有分两批做两批来的 我也很纳闷 好了但是我不能说 因为这都是死者的亲属 有年人说的 他说我死了亲属姐姐 他们那不做错 我不做错是什么意思 他说那不是亲生规定 都是亲生的规定 经过核实 交警确认 老太太确实是死者张用军的亲姐姐张运萍 上午来的人叫张用道 是死者张用军的堂弟 既然都是亲属 交警便把双方约在了一起 结果双方一见面 没说几句话就吵了起来 这是死者的姐姐张运萍 他说他的弟弟没有结婚 根本就没有什么女儿 而死者的堂弟 却很是反对死者姐姐的话 死者女儿的身份 是真是假 是为关键 因为如果死者确有女儿 那么死者身后的一切都归其女儿所有 包括死亡赔偿金 老太太虽然是死者的亲姐姐 但是按照法律规定 只有死者的配偶 父母和子女 才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 死者姐姐说 自己死去的弟弟是个光棍 当然没有孩子 当着交警的面 死者的堂弟也承认 这个女儿确实不是死者亲生的 两国亲属 争办丧事 互相让 死者停放殡仪馆 数十日无人不及 法院发案遇到棋手难停 当法律裁定和相丰民族冲突时 究竟该何去何从 真假女儿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时候 死者的堂弟 才开始细讲女孩的来历 死者的堂弟说 十几年前的一天 他的母亲有一天 在路上捡到了一个女婴 当时张家的这些兄弟们都想到 死者张应君当时还是个单身汉 正好无儿无女 按照农村人的观念 养儿防老是很必要的 死后也有人给办理丧事 所以张应道他们 才建议死者张应君收养这个孩子 张家人给孩子起名叫张应 并到附近的派出所 给孩子上了户口 死者的堂弟拿出了 死者张应君的户口本 上面清楚地写着 张应和死者是妇女关系 这个女孩就是张应 今年已经18岁了 再读高中 毕竟她给我一个家 然后她让我觉得 我并不是一个人要的孩子 所以我和她可能说 真的就是妻子妇女 但是真的有种感性 但是死者的姐姐却说 他们一家难以接受这种关系 他们认为这个养女是冒牌的 她们认为这个养女是冒牌的 一个死者居然冒出了两拨亲戚 都要争抢赔偿金 到底谁有资格办理后事呢 两家人互不相当 当着交警的面吵了起来 看到双方的情绪喊着激动 而且尸体一直停在殡仪馆 也不是回事 交警队也试图对他们进行调节 就这样死者的尸体一直停放在殡仪馆 没能火化 今年六月份 死者的姐姐将张英起诉到了法院 要求法院确认死者张用军和张英的收养关系无效 并且停止对他合法权益的侵害 肃谦是肃语区人民法院大兴法庭受理了此案 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 死者张用军去世赔偿款 应该由谁所有取决于张用军和张英的收养关系 是否成立 如果成立 那么张英便是张用军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张用军的姐姐仅仅是第二顺序继承人 如果收养关系不成立 才轮到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所以一开庭 原被告双方 首先围绕着张英是否是死者的女儿 展开了辩论 张英一方拿出了自己的户口本 张英还找来了证人 为死者张用军收养自己的情况出庭作证 但是死者的姐姐张用军说 被告方说的不是事实 死者的姐姐提出 按照我国收养法的规定 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儿 两个人的年龄差别要达到40岁以上 而弟弟收养张英明显不符合这个条件 我国收养法规定 收养人应该有抚养能力 死者的姐姐认为 弟弟这些年一直没有收入 精神也不正常 他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 双方休庭之后 在庭外见了面还是吵 死者的堂弟说 死者的姐姐张运萍 嫁人以后就基本和这个家 没有什么来往了 他从来不回张家这个门 所以很多事情他都不知道 死者的堂弟这件事 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比较重 像死者张运钧这样 无家无子的人收养孩子 是天经第一的事情 死者的堂弟还说 死者张运钧生前出去打工 女儿张英就一直由他们这些 张家的堂弟堂妹们来抚养 但是死者姐姐张运萍的儿子却说 舅舅生前经常来他家 一直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女儿 这个女孩来的不明 他怀疑是某种原因不能上户口 挂靠到舅舅户口上的 而且这个女孩从来不管舅舅叫爸爸 他说他死的时候你也没来 他也不想说爸爸死的时候你也没来 没死之前你也没来 你在哪里忙 现在我这些小孩太不懂事 你看他死了 你看他清真面团 你要分手爸爸会怎么的 他说你都不说 那么张应君和张英之间 是否存在事实上的收养关系呢 张英是这样说的 我记得是 从有记的时候 他有这些工作 然后有了在大大生活 然后后来他回来了之后 今天是错了 然后我固定在大王 他一开始就是漂流 我记得在大大生活之前 我听过大王和他生活 是在街上 不是在他们的一个角落里 他开始生活 也开始不固定 和经历 和张英之间有多少 有的时候 我回去想进他里面 就找到了 为了了解事实真相 法官来到了张应君 所在的村子里 这是死者张应君的堂弟 张应道的家 张英曾在这里住过几年 这栋房子后不远处 就是死者张应君住的地方 房子很小 在村子里其他的房子 眼影下很不显眼 周围长满了荒草 这个房子没有门吗 有门的 这有门的 这房子进来的 太脏了 这这破产东西都是什么东西 破鱼户 都在破鱼户 他这生活怎么这么困难呢 这很困难的 倒在我前面 怎么 吃喝热以后就倒在我家 据说房子是民政部门 就即建立起来的 已经破旧不堪了 没有人住 显得格外的荒凉 据村里人说 张应君是村里有名的光棍汉 家里也没有什么人 那时候他就苗妈妈了 就一个父亲 父亲还有哥哥叫大狗子 他叫爱狗子 大狗子那年什么 死红死红何公 对这什么做拖拉机 也给甩死的了 平时那时间破烂 这这个 穷 一个人过去 爷们这个 邻居们介绍说 死者张应君的父母死得早 哥哥也是车祸身忙的 自此 张应君便没人管了 书也没念多少 人又有些好吃懒做 年龄大了 也就一直单身 为什么没结婚啊 还没婚 这都在年龄大了 找得下就不好找了 他年轻时候为什么不找 找不老了 按农村当地的风俗 一个人不能没有子女 否则去世之后 是没有人给办理伤事的 当地人对此看得很重 村里人也确实听说 张应君有个收养的孩子 不过村里们都认为 死者张应君生前 自己能吃饱就不错了 他是不会有能力 抚养小孩的 张应实际上 一直是在死者张应君的 堂弟堂妹家生活 由他们抚养长大的 据说 死者张应君过去虽然很穷 但人还算是正常 曾经和人去外地养风 但是2005年左右就出事了 张应君回村之后 人们发现他被打了以后 行为有些反常了 自此张应君丧失了正常的生活能力 只能靠捡垃圾和低宝来生活 他一直就是孤独的一个人 而张应呢 一直都跟着张应君家里的 其他亲属一起生活 那么法官在全面综合地 了解了张应君家里的实际情况之后 对于张应和张应君之间的关系 做出了判断 按照我的收养法规定 就是说 收养的话 是收养人 是需要具有一定的收养 就是抚养的能力的 免疫 您这么是不会给他办理 一个收养科技的 无配偶的男性 收养女性 是要相差 年龄相差 四十六岁的 而白案的死者与被告 他的年龄相差 近期三十岁 收养关系不成立 由于不符合收养条件 又没办理收养手续 法律上并不认可张应君 和张应的妇女关系 那么既然张应君 不符合收养子女的条件 那么他们当初 又是怎么给张应上的户口呢 法院认为 死者张应君和张应的 养子女关系不成立 也就意味着 将由第二顺序继承人 张应君的姐姐 来领取死亡赔偿金 可是接下来又出现了问题 死者张应君的姐姐表示 他准备在外面买一块墓地 来安葬死者 这一点遭到了张家族人的反对 可能你们不了解农村的户口 如果大伙真的把这事让给 让给就是他们来办 以后大伙再多 他为什么在做任务 为什么呢 这是农村的户口 原来按照江苏农村当地的做法 人去世之后 要安葬在自己家的祖坟墓地里 并且必须由家族中的男人来主办 张应君的姐姐已经出家了 按照习俗 他是不能处理张应君后事的 这种说法也得到了村民们的证实 看来按照农村当地的习俗 张应君的后事应该由他的这些堂弟堂哥们来办理 但是如果赔偿款都给第二顺序继承人 张应君的姐姐张应平的话 死者的堂弟堂哥也就无法再办理后事了 失望关系就是不成立了 以后呢 那么对于死者的安葬啊 调宴 那么这样的话就与他没有任何关系了 如果说硬要把这个死者的当事 让他的姐姐来办的话 老百姓都不认可啊 有这个大家心理上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俗 他就有一个冲突 他们心理上不难接受 而对于死者姐姐张应平来说 张家也不允许他将张应君葬入族坟 到底谁来办理后事呢 双方为此争执不下 此时张应君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 已经四十多天了 我们当然也很着急了 这个一个是对于双方当时来说 经济上还肯定是有十大十万 据我了解的可能每一天 两百多块钱的 如果摆了一年两年 光这个遗体的就是储藏的费用 保藏的费用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为了不让法律裁决和相逢民俗相冲突 法院决定走调解的路线 如果这个启动爱人的话 那么四人呢 等于说还要 一直还要一体 放大了一个百整 这是对四人一个 尽快的资助 还得四人一个最大的一个尊重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单身汉 年龄也要大 他收养这个女儿 本身这个目的就是说 老来老有活养 死后有人安当 他的初衷是这样的 我们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说如果这个法律裁决金 能够分离他一部分的话 这个被告就可以来安葬这个死者 就是权利有意义 相一致 他有权利 或者法律裁决金的同时 他是有义务来安葬白案的死者的 在法官的努力下 原被告同意接受调解 双方最后达成调解协议 被告张英一方负责安葬张英军 而原告死者的姐姐张运萍 负责起诉肇事者请求赔偿 安葬费两万两千元包杆使用 剩余的赔偿金 张运萍分得百分之七十 张英分得百分之三十 就这样 在张英军去世四十三天之后 二零一二年七月七日这天 张英和张用道等张家的亲属 为张用军火化了遗体 办理了后事 人虽然入土为安了 但是两家人的戒弟 仍然没有完全消除 张用军的姐姐 甚至没有出席弟弟的葬礼 四十三天的分争之后 张用军终于入土了 但是因为分争导致出现隔膜的亲情 是否还能慢慢的平复呢 虽说在这起案件当中 张用军收养孩子不符合法律规定 但是呢 在目前农村养老制度尚不健全 宗族观念又比较浓厚的这个背景之下 像这一类的收养情况也确实存在着 那好在这个案件最后 有了一个让双方都还算满意的结果 那法律也兼顾了法理和人情 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 司法审判也确实应该追求最好的社会效果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希望观众朋友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的其他内容 谢谢